據韓媒報導 韓國影帝劉亞人 現在正接受韓國警方的調查 而且被禁止出境 原因是 他涉嫌頻繁注射二炳芬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關注 依照違反毒品類管理法 照了他到警局進行調查 他的經紀公司 亦都已經回應事件 說劉亞人正積極配合 二炳芬 即俗稱牛奶針 是一種短效的麻醉劑 他可以抑制中樞神經系統 達至全身麻醉和真正的效果 製量應由醫護人員度身頂劑 天皇Michael Jackson 就會因為異炳芬而冥桑王泉